哈喽大家好,我是潘大师,欢迎收看本期大陆关键来,关键一把小七的杰克,这方面的话祭司前锋机械佣兵,搬了一个先知 知道这种是以前的一个常规阵容啊,搬先知以后,现在的话呢会带心理学家和病患了 看一下这边的一个开局啊,第一个点是前锋可抓,他这边的话,哎呦插眼插眼的话就不是很舒服 如果传送的话可以去搞一个,插眼的话硬追还真不好追,不过狐狸这边的一波球需要拉非常多才行 你如果说拉个半球都不一定能,像这样半球都不一定能拉开距离,他只能再拉球然后进医院啊 这样的话看这块板子,乌刃不好教,这边的话这个球拉的还是起到点作用了 没有能够让这边能打到第一刀,一刀乌刃,漂亮,我去这一刀乌刃 这一刀乌刃舒服啊,这个乌刃就很具有那个预判的一个感觉了 他如果说这边不交这个乌刃呢,前面有块板子,你有可能又交不出这个乌刃了 这里过来一个眼插住,还可以啊,这样的话击倒这边的前锋 如果两刀乌刃的击倒前锋也可以接受 不过呢这刀阵容修的还是比较快的,所以说主要看就是待会的防守呢 击倒这前锋是不足以争胜的,而且还不一定能击倒呢 还不一定能击倒呢,这边这翻出来的话应该差不多了,翻出来差不多了 这块板子本来还可以玩一会儿 好,这边看一下,稳稳的,稳稳的,知道你还有球啊,两刀无刃 稳是很稳,抓这根前锋抓得很漂亮 100秒,100秒之内击倒一个前锋,然后把前锋的球耗尽 着实是很亮眼的一个操作 但是呢,这套阵容是这样的一个击倒时间是不足以争胜的 他这边只能来干扰一下密码机,然后看这波防守 这波防守需要打一个双挡,需要打一个双挡 因为这前锋的话确实没有太多的一个牵制能力了 没有道具,基本上是在密码机点亮,全部点亮之前是要被挂飞的 牛兵这边的话想卡死就也可以啊,奔着保平具 好像更稳一点,因为这个杰克我们刚刚也看到 他追前锋的两波雾刃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打得真的很漂亮,很稳 很舒服,也不能算稳吧 他的雾刃其实,第一个雾刃还是蛮平的 就是打得很舒服 你看着就是感觉,嗯,打出了一个,对吧 就是策划眼中的杰克 策划眼中的杰克,嗯,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杰克 有误刃,刀刀必中,然后压迫力很强,对吧 压得这个傭兵都不敢救人 但我们大部分人的杰克不是这个样子的啊 至少我的杰克打不出这种感觉 他需要有非常好的那个预判 然后以及非常稳定的一个出刀的一个 打了一个尸体刀,还行吧 嗯 这里看了一手,想反绕 然后戒尸这边是没有往,大家注意这边有刚刚一个细节啊 没有看清楚的往回,倒一倒看一下 他在这个窗口先看这个戒尸 因为有很多情况下,特别是非高分段啊,非顶尖分段,非巅峰的这些穷尸者的话呢,这边翻出去以后第一时间就会往里面绕 这个时候呢,杰克他就可以选择反绕一波,这样的话呢,他不破隐身的啊,可以快速的击倒 所以就是充满了细节 不过整个局对于杰克来讲,现在是一个55开的一个军舍,不是一个优势 他没有什么优势可以去盘的 呃,佣兵只要能卡半救一波就行了,然后插一台机子嘛,这边的话 即死点掉以后,修最后一台就可以了 两波救人其实是可以拖出一个那个三人开门战的 就看这边的一个防守了,一个护皮跳过来 看这边有没有双挡,有没有双挡,双挡的他就是优势 双挡的话大概是一个三七开了,一刀五刃,漂亮 再压过半,哇嘞哥 这波防守给到的压力是真地很大呀 等巫刃啊等巫刃,他可以等巫刃,然后打,想打两个 但是打掉的是娃娃加傭兵,没有打到戒时,不过戒时也走不了 这边踩脚进武器,这个地方压住抽刀,没抽中 继续下眼 他应该是等隐身等巫刃,然后稳稳的来 因为最后的密码机就在这边附近压住了 稳的一批 稳的一批 找角度,好的,赢了 这把的话是一个,一步一个脚印的一个 滚雪球 前期抓前锋 能够取得这么顺利的一个 引面的话,其实是蛮 蛮少见的了,因为你前期抓前锋 他这个抓前锋,首先他 就抓,抓人来看的话呢 他不算快,但是抓前锋 前锋的话其实还是蛮快的 然后再通过了那一波防守 球人员不想救,因为前锋没有球了 不想救,他第2波节奏续得快 第2波续得快,然后防守又防到了 就感觉好像顺利成章的完成了一个多抓 对吧 策划眼中的杰克 阿东的话这里跳地窖 跳地窖是可以的 地窖的话这边 在小门这边 在小门这边 先医院等 等到人挂飞了以后 三个洞祭司跳地窖 我们就看这把能不能抓到这个 这个祭司要能抓到呢 需要 需要有很好的操作 然后还需要骗一手 他这边想骗一手 没人骗到 但是蓄力道已经打出来了 先把洞打掉 再反绕 这里祭司想要救人吗 想要救人 没必要啊 在进医院的话位置上面拉近了 看 雾刃 看雾刃 一个洞 那没了 这里还有一个洞 扭开一个雾刃就行 扭开一个雾刃就行 蓄力道 策划眼中的杰克 没错吧 我说的没错吧 打得真好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